歐洲聯盟今天預計加強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 推出一項訓練1萬5千名烏軍的任務 並加碼提供5億歐元用於武器 《法新社》報導 歐盟各國外交部長今天預定在盧森堡召開會議 預料將批准相關的決議 多名外交官認為這項任務應在下個月開始運作 一名外交官員表示 這次對歐盟來說是一個很重大的開端 我們從沒做過這麼大規模的訓練任務 報導又說在俄烏戰爭進行近8個月後 烏軍在戰場上取得進展 烏克蘭的西方盟國要確保烏軍有能力繼續奮戰 歐盟仍在敲定訓練計劃最後的細節 但有一名官員表示 這項計劃最初是為1萬2千名烏軍提供基本的訓練 並為另外2千8百名提供專門指導 烏克蘭的輪郭波蘭將成為這個任務的主要中心 德國預計也會成為重要的訓練站點 目前由各個會員國運行的計劃將持續進行 有可能在之後納入歐盟的任務之中 另一名外交官員說 歐盟各國都會根據烏克蘭的需求來做他們可以做的事 這名官員又表示 預計每年的預算約為6千萬歐元 確切的金額應該會在今天決定 加上歐盟新一筆的5億歐元資金 以助支付運往烏克蘭的武器費用 德國和法國等多個歐盟國家 早在訓練烏方人員 使用他們提供的現代火炮系統 飛彈發射器及防空系統 但歐盟在提供大規模訓練 以助烏軍對抗俄軍侵略方面脚步落後 美國、加拿大和英國早已訓練數以千計烏軍 英國目標是在今年內培訓1萬人 並希望明年能增加一倍以上